2月24日,俄乌战争的消息满天飞,一时之间,信息公布的速度,甚至赶不上,战局变化的速度。 这让资本市场,炸开了锅。 见证历史,这是这几年,经常出现的词语。 或许是和平的日子,过得太久。 以至于,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,影响世界的战争,随时可能发生。 北京冬奥结束后,乌俄的局势,就开始出现,剧烈变化。 2月21日,普京签署了,同意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命令。 一日,便承认,乌克兰东部两个区独立,并下令军队,以维和的名义,进入当地。 根据估算,驻扎在乌国边界的俄军,已多达19万人。 而到了今天,俄罗斯直接开火,仅仅三个小时不到,乌克兰国民卫队司令部,就被摧毁。 战争导致的恐慌情绪,迅速传导到全球股市,基本无一倖免。 亚太主要股指中,日经指数,跌1.81%,韩国宗指,跌2.6%,澳洲指数,跌2.99%。 对于A股市场而言,今天的资金,也格外恐慌。 下午1点股市开盘,A股出现大跳水。 上证指数,一度跌穿2%,差点失手3400点。 深指创指,则持续探底,跌近3%,从各板块来看,除了石油黄金军工,其他板块,基本全线下跌。 港股方面,恒生指数也大跌了,3.68%,截至收盘。 上证尾盘修复至3429.96点,跌幅1.7%,深指创指跌幅超2%,北上资金净流出,达到了35.37亿元。 从A股整体看,今天只有,688只股票上涨,下跌个股达到,3947只,出现了,普跌行情。 全球主要市场中,反映最剧烈的,自然是俄罗斯的股市。 当地时间,2月24日,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,在开市后,行情急速下跌,瞬间跌至熔断线,跌超达50%,导致交易一度暂停。 虽然此后,略有反弹,但跌幅,依旧达到了,30%以上。 很明显,市场认为,如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欧盟和美国,必会加强制裁。 那么,此时把资金留在俄罗斯,无异于把钱推向火坑。 所以,有人问,俄乌冲突,最大的受害者是谁? 是乌克兰,还是俄罗斯?是美国,还是中国? 显然都不是,最大的受害者,其实是投资者的仓位。 当然,也有利好的资产,基本能分成下面几类。 首先是避险资产,一般包括黄金,全球主要货币和债券等。 俗话说,大炮一响,黄金万两。 还有另外一个俗话,叫做盛世古董,乱世黄金。 黄金可以说是,永远的避险资产。 所以,今天的黄金,或许不是各类资产中表现最强的, 但一定是逻辑最清晰的。 货币方面,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。 最近几天,人民币汇率突然走强,创下了近四年以来的新高。 美元对人民币的在岸价格,一度飙升到了6.3095。 众所周知,美联储正准备启动新一轮加息周期。 今年年内,至少会加息超过四次,还会启动缩表。 而中国,还在缓慢降息。 在这个时候,人民币,应该对美元贬值才对。 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势? 很明显,这跟俄乌局势有关。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,有人和机构,在大量买入人民币。 或者说,人民币资产,成为当前热门的避险资产。 这在以前,极少出现。 为什么会买入人民币? 显然是因为,担心欧美日发动金融战。 事实上,俄罗斯在过去这些年,已经大量减持了,美元外汇和美债,实现了,外汇储备多样化。 但如果开战,持有欧元,英镑,日元,也都不安全。 所以有减持这些外币,增持人民币的需求。 还有一些企业,比如俄罗斯的企业,或者跟它关系密切的,其他国家的企业。 也有减持其他主要货币,并增持人民币的需求。 因为,他们在未来,或许会被美国制裁。 而这次冲突的,俄乌两国,本就是全球市场上,非常重要的,大宗商品出口国。 那这次冲突,必然也会影响,相关大宗商品的走势。 如果梳理,当天的,商品市场行情。 就可以发现,长得特别猛的,要不是俄乌两国的出口拳头产品,要不就是其替代品。 比如原油天然气,俄罗斯供应了,全球11%的原油,和16%的天然气,是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。 也是欧洲,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。 欧洲约30%的天然气,来自于俄罗斯。 今天盘中,原油期货,再次大涨7%,创出新高。 天然气期货,也大涨6%左右。 相关板块,也是逆势灵涨。 还有农业相关产品。 俄罗斯是,全球最大的淡肥出口国。 第二大甲肥出口国,第三大零肥出口国。 化肥出口量,占全球约13%。 同时,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。 出口量,占全球20%。 而乌克兰,也大量出口玉米和小麦。 今天国际农产品期货大涨。 国内大豆、菜破等期货,也纷纷涨停。 午后农业种植、甲非等板块,也逆势上涨。 再次稀有电子气体。 乌克兰供应了,全球70%的奶,40%的克,和30%的鲜。 均是半导体制造业,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。 所以,今天盘中,华特气体等相关概念,也大幅拉升。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,接下来的市场。 华安证券梳理了,1990年以来, 六场具有国际影响的战争,研究了战争对A股市场的影响。 在这六场战争中,科索沃战争,因涉及大使馆事件,构成了一定的中短期影响。 其他几场战争,基本对长期走势没有影响,股市还是沿着之前的走势继续演绎。 而根据中金书里的,90年代以来的案例中,从全球市场来看,除了2001年911事件,是因为美国直接受到袭击,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恐慌。 所以,发达国家的股市,平均下跌5%,新兴市场跌幅高达10%,对市场的影响,时间也更长。 但其他几次的影响,短期内无一例外,会导致避险资产受益,而风险资产受损。 时间,都是以周围单位,所以,影响相对比较短暂,往往是卖冲式的,并不会完全改变原有趋势。 市场在此期间的跌幅,通常在5%左右。 当然,这些梳理,只能作为参考,并不能完全照搬。 因为这次,有个明显的特点,那就是,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,都受到了,俄乌冲突的直接冲击。 全球市场的反应,都很剧烈。这里还要说的是,俄乌开打后,国内很多人,似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狂欢。 纷纷为俄罗斯的入侵叫好。 其实,苏联解体后,乌克兰就已经是一个,独立的主权国家。 俄军闪击乌克兰,无论怎么冠冕堂皇,它都是一个主权国家,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。 按照普京的说法,乌克兰和俄罗斯,曾亲如兄弟,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 俄方采取的行动,是为了保卫俄罗斯。 可是,站在乌克兰的角度,现在到底是谁侵略谁呢? 如果俄罗斯,真把乌克兰当兄弟,又岂能飞机大炮坦克,如蝗虫一般,侵入乌克兰的全境。 这场战争的性质,已经完全超过,乌东内战的范畴,已经升级为两国对垒。 在双方实力上,俄军占据绝对优势,但在道义上,俄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 有人一直会拿,曾经的历史,作为说辞,但那都是过去式了。 没有一个人,可以活在过去,也没有任何国家,可以活在历史里。 若是算这种历史账,那这个世界上的,绝大多数国家之间,都存在领土争议。 难道这些领土争议,都要从历史的旧书里搬出来,全部交付于,武力解决吗? 显然,这是不合理的。 全都这样,算历史上的话,那蒙古,才应该是,全世界最大的国家。 其实,从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,普京的历史地位,便发生了变化。 确实可以说,他就是当时的宵宿。 但是普京,执政二十余年,政治上,很难说,建立了完善的秩序。 也很难说,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,更缺乏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。 所以目前的俄罗斯,其实是,普京一个人的俄罗斯。 而俄罗斯,如果不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,攻克乌克兰,那么,后面将会很难办。 其国家和领袖,威望会降低,经济也会撑不住。 当年苏联的倒台,让美国松了一口气。 如果将来能让俄罗斯,再来一次。 显然,美国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 再说说,目前各方的表态和动向。 美国方面,拜登声明表示,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,将以团结和决定性的方式,做出回应。 世界将追究,俄罗斯的责任。 不过,美国官方代表也声明,美国不会派军在乌克兰,与俄罗斯作战。 北约方面也表示,目前没有,向乌克兰派遣北约部队的计划。 以现有的消息来看,欧盟和美国,可能的行动就是, 将对俄罗斯的经济,施加更严厉的制裁。 包括在,全球金融结算系统中,对俄罗斯全面封号。 而中国,就是不表态,各种打太极。 外交部发言人,也基本是说些,模棱两可的话。 这是因为,中国根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,直接表态。 说支持,那么台海问题,如何回应? 说不支持,那么等同于,站在了欧美一方。 事到如今,俄乌之间的纠纷和矛盾,最终还是走向了最坏的结局。 原本全球经济,就已经因疫情受挫。 此时启动军事作战,只能加剧经济的恐慌。 如今,全球局势,将要迎来,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而很多人,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